世界历史上从来不缺非凡卓越的战略家 但能抛却个人野心 立足人民立场 回溯五千年上下中国社会阶级发展 放眼世界帝国主义和反侵略战争大局的 只有一个 那个人非毛泽东莫属 今天 让我们换个角度 认识军事战略家毛泽东 1935年经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和前期军事指挥领导错误的红军危在旦夕 为此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史称遵义会议 在此次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 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迎来了一位 能驾驭其前进的总舵手毛泽东 1935年2月 在毛主席转向云南扎西集结 寻求新机的战略转移方针指导下 红军顺利渡过金沙江 向大渡河前进 瓦解国民党军130多个团 对红军在湘厄川前苏区的围剿 推进长征进入转折阶段 1945年生灵涂炭的八年抗战结束后 国共两党之间的解放战争正式拉开序幕 经过一年的交战 蒋介石战略由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转为了对山北和山东两地的重点进攻 由于两地形似雅陵的两头 所以蒋介石称其为雅陵战术 解放军左困陕北尖南环境苏区 幼灵山东三个兵团40万大军 毛泽东为了破除雅陵战术 制定了由刘伯成 邓小平率领的野战军部队 共12万余人南进跳到外线作战 转移蒋军战力的战术 1947年6月30日 刘邓大军遵照中共中央和军委部署 从兵力薄弱的开封到东阿 500里防线突围 强度黄河向鲁西南进发 一场决胜千里之外的大战即将打响 有灯灯台才是好戏开场了 与此同时 蒋介石截取情报迅速集结鲁西南兵团 扬言要让过河的刘邓大军有来无回 刘邓大军到达鲁西南后用时不到一个月 就在运动战中共坚敌九个伴侣约六万人 为战略进攻拉开了序幕 刘邓大军鲁西南一战告捷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 他下令将驻玉北 陕西 武汉 洛阳等地五个师共五万余人 组成鲁西南兵团在阳山级与共军决一胜负 而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早知蒋介石不会轻易放过鲁西南战场 于1947年7月21日 小河会议上制定了长达五年的打倒蒋介石计划 以及三军配合 两亿牵制战略方针 那么牛灯在前 陈切陈缩 足有两炉跟金 就像一把茬子 对着蒋介石迎面杀过去 此军事战略 具体而言是集结禁忌鲁狱主力部队刘邓兵团 中原野战军陈谢兵团 华东野战军陈速兵团 以刘邓为主力 西邪陈谢 东同陈速形成到品字形格局在中原大地进发 三军相互侧应 共同施展战略 同时西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在两翼侧应 这样的战略部署灵活机动 同时也能有大后方进行补给 避免因敌人反扑和围剿覆没的危险 毛泽东在延安亲自面见了陈庚 命令其南下黄河建立玉西根据地 与刘邓陈速三陆大军相互配合 就这样一个极具战斗力和全盘战位的派兵部署由此形成 而此时的蒋介石显然还未嗅到风雨欲来的气息 在战士们英勇斗争 顽强拼搏下 刘邓大军顺利拿下鲁西南战役胜利 但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部队一个月连续作战 兵力锐减 但要消耗殆尽 东医短缺 环境艰苦恶劣 无后方补给孤立无援 俨然依附疲惫之失状态 为保存南下主力部队兵力 刘邓向中央提议修整两月补充体力 而中央局各领导意见不一 但此时深处敌人重点进攻区的延安情况不容乐观 为战略全局和党中央的安危 毛泽东做了一个极具风险的决定 从黄河边上 一有二阴骂长江 到将军市的府邸 去闹着个天反地府 前卫库大辉 做出这个决策 确实有很大风险 但是毛这个风险是值得的 也是必须的 如果能成功地走出这一步 敌目的形势 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刘邓的这份颠报 我来回 就这样 刘邓大军前往厄狱晚三省交接 距离南京不足一千公里的大别山 大别山战役将为扭转敌我形势 为解放战争开展战略进攻奠基 毛泽东分别向刘邓 陈谢两军亲自起草致点文件 重申延安甚为困难 需两军鼎力配合挺进大别山扭转战局 好的 为救大局 两军必须开赴大别山 但大别山一战万一失败 可能让延安失去主力而更加被动 毛主席修改了中央军委署名 签上自己名字 作为战略加旗走险路 就必须有担责的勇气 1947年8月 西北 东北野战军进入秋季攻势阶段 形势喜人 刘邓 陈素 陈谢三军大军顺利抵达大别山 三军品字形格局正式形成 共48个旅40万余人直插蒋介石心脏构成相当威胁 尽管捷报频传 毛泽东则认为不能过于乐观 他前瞻性地指出了刘邓大军顺利挺进大别山之后的三种前途 以前瞻的眼光和远见的着实客观理性分析局势 这是毛泽东作为战略家素养的体现 最终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也通过了历史的考验 1947年12月25日 毛泽东在三军默契配合 刘邓挺进大别山之后 撰写了著名的军事报告 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 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 这即使中国人民解放军 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 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 还在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 此次战争的第一个年头内 人民解放军 即已在几个战场上打退了蒋介石的进攻 迫使蒋介石转入防御地位 而从战争的第二年的第一季 即1947年7月至9月点 人民解放军 即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 破坏了蒋介石 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 企图彻底破坏解放区的反军队计划 现在战争主要的 已经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 而是在国民党区域里去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 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国土上 扭转了美帝问题 及其走狗蒋介石的反军队车轮 实质走向负面 以纲领性文件指引全党全军 全国胜利方向 敲响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的 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历史转折点的终生